接着来看到的是教育的讯息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 2023世界大学影响力排名 川科大连续5年禁榜全球排名 在永续发展上持续的努力 更在听下杂志 USR大学公民调查当中 在永续环境指标名列全台第一 消防表示 除了实践多元社会责任 更致力降低能源以及碳排 更会将这个观念 融入到相关的课程当中 打造永续校园 校园当中种满绿色的树 不同的树种不仅让大学的校园 充满绿意 也让常科大在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 最近所公布的 2023世界大学影响力排名 连续第5名进到全球排行榜当中 除了绿色校园之外 学校也致力实现联合国SDGS17项指标 很荣幸我们这一次的 英国泰晤士报的 世界影响力大学的调查 我们又再度进榜 我们已经连续5次进到这个比赛的榜单里面 那其中当然有一些项目表现得还不错 那另外就是天下杂志的这个公民调查的部分 我们在这个永续校园的部分 目前的排名是全国第一 各个大专院校的全国第一 在大学当中种满了绿色植栽 常科大绿色的覆盖率 将近百分之94 种植了200种近10万株的植栽 跟在校园当中出现了黑罐马鹿 大赤物鼠等数十种生物 致力于推动永续校园 更获得天下USR大学公民调查环境永续指标 全台第一 以往的部分大概都是着重在绿色采购 或者是节水节电 然后校园的生物植物的多样化 大概都着重在这一块 那其实这几年我们开始把这样的一个范畴 做了一个调整 我们希望把这个有关环境永续的部分 变成对人的教育 所以我们开始着重对学生 对师长对职员的一些影响 甚至对其他的这个关系人做一些影响 永续不只在环境当中实行 更要在课堂当中实践 除了推动相关的课程 并实现农业废弃物再利用课题 像是以废弃葡萄藤打造多样的生物碳产品 减少燃烧控污等 更希望透过多面向的永续发展 实践大学社会责任 介绍事情成章台中厂报道 感谢观看